今天我們要介紹一家走台美混搭風格的早餐店 業者發揮了創意的巧思 讓傳統的台灣味早餐多了許多的變化 像是很多人會點蘿蔔糕加荷包蛋 他們就改用水波蛋來搭配 讓蘿蔔糕沾著水波蛋的蛋汁 再加上獨家的配方鹹蛋黃粉 非常特別 有一個吐石流蘿蔔糕 好 沒問題 蘿蔔糕我們選的是港式蘿蔔糕 它裡面的元素就是有 有蔥酥 蝦米跟一些水條肉 它的口感上面會比傳統的蘿蔔糕來說更有層次一點 我們把它切成條狀 讓每根蘿蔔糕都可以經過油炸之後 有酥酥脆脆的口感 然後灑上我們特製的椒鹽 吃起來會比較有層次的這個味道 吐石流金沙蘿蔔糕 這道餐廳的特色就是它切開蛋液之後 留下來的這個蛋黃 水波蛋它是用我們經過比例調製的素水 將我們新鮮的葉黃素晶能蛋 打到我們醋水裡面 讓那個蛋白包覆著 快速讓它形成 把蛋黃包覆起來 做菜我們也是蘿蔔糕加蛋 我要怎麼讓它變出一個新的花樣 鹹蛋黃又很流行 所以我就把它加進這個元素 蛋黃融合鹹蛋 就是有兩種蛋香氣 吐石流金沙蘿蔔糕 分數的話一天大概至少都會 好的話會賣到三十幾分 我們希望美式元素的這種水波蛋 跟台式蘿蔔糕 集合在一起這種創新吃法 讓大家可以在早上的時候 可以吃到一個品質又好 口感又特別的早餐 我不買了 就不買了 我們禁煮 有很多人 減輕到做菜 一定要不要 還有其他人 賣去